法師 各位居士 阿彌陀佛 好 法師 各位居士 阿彌陀佛 好 我們現在講《藥師經》的第三大願 那麼在我們的課本 57頁 所以《藥師菩薩》 祂所發的第三大願就是 願我來世 能夠得菩提時 也就是成佛的時候 以无量无边智慧方便 用种种的智慧方便 而且是无量无边的 那如何的无量无边呢 那么在我们的第58页的第二段 于一切师弟论里面也讲到 菩萨学法的话呢 当于五明处求啊 那么也就是可以透过五明来行菩萨道 所谓的五明呢包括了内明 第一明就是内明 内明也就是所谓的什么佛法 心灵上的对真理的追求 那么这是内明之外呢 还有公巧明 所谓的公巧明可以透过你的技术 透过你的手艺 透过你的专长 是不是也可以利益很多的众生 公巧明 还有那一方明 你所理解的这种医术 医理 能够协助众生在身体方面 能够有所注意 还有声明 透过音声佛事 或者透过语言 那么也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 尤其我们的耳根 众生的耳根是最利的 对不对 所以庄严的法会 庄严的泛败 本身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什么声明 那么最后一个呢叫做阴明 阴果的阴 阴明呢就是所谓的逻辑学 在思考的逻辑上面呢 是清楚的 是明白的 那么我们对佛法的接受度也会高一些 如果前后是矛盾的 相信我们大概也很难接受这样的思想 所以在逻辑学上呢 那么也是这个可以加强的 所以透过这五名呢 那么也就是所谓的无量无边 智慧方便 那么这些智慧方便做什么呢 就是令诸有情 让所有的有情众生呢 皆得无尽所受用物 莫令众生有所罚哨 让所有的众生呢 都能够得到无量无尽 能够受用到的物品 等于说在物质方面呢 不会有任何的缺乏 罚哨 因为呢 我们说其实学佛也要有福报的基础啊 是不是 如果我们的生活过不去 其实也没有学佛的余力啊 所以其实我们 佛陀也是一直不断的告诉我们 修福报是很重要 对不对 说要福慧双修 要卑制双运 没有福报的基础呢 那么其实智慧也无从升起啊 所以呢 修福报 让我们的这种生活必需品呢 不予匮乏 生活 没有太多的疑虑 那么我们也才有余力能够怎样 来好好的学佛 所以如果修药师法门的话 大概的在这种所谓 攻击我们生活上的必需品方面 是不会匮乏的 不至于匮乏 是因为药师佛他本来就有这样的愿嘛 所以能够经过他的加倍 那么让我们也不会有所发扫 在物质方面的不会有所困乏的 当然不能是超过要求的 对不对 需要的跟想要的是很大的差别 最基本的需要的部分 是不会缺乏的 不至于发扫的 所以这也是修药师法门 药师佛对众生的一个眷顾 那么第四大愿 药师菩萨就说 愿我来世 当我将来能够成佛的话 那么如果若诸有情行邪道者 悉令安住菩提道中 若行身闻独觉圣者 皆以大圣而安立之 也就是说 药师佛行菩萨道的时候 他就发这样子的愿 当他如果能够成佛的话 但是我们说药师佛确实已经成佛 所以如果只要持药师法门的话 那么这些愿呢 其实都能够跟药师佛怎样相应的 那么药师佛有什么样的愿呢 就是说如果有些有情众生呢 那么还没有步上正道 也就是说在宇宙人生间的这种真理法则 还搞不大清楚 都还没踏上成佛之道 还在流浪生死的话 那么希望能够协助我们 赶紧能够怎样上道 安住在什么菩提道中 也就是能够怎样发菩提心 去想到生死的问题 透过佛法呢 那么能够来度化我们周边的众生 能够让我们安立在这种菩提的道路当中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有人天圣法 也有什么生文独觉法 对不对 也就是所谓的五圣共法 三圣共法到什么 大圣不共法 那如果说行的只是这个生文圆绝 就是属于比较独觉型的 只有自己了脱生死的话呢 那么还是希望他能够怎样 回小向大 因为呢 唯有透过大圣菩萨道 是最安稳而长久 并且可以达到至高圆满成佛的境地 所以呢 能够安立大道的这个愿望 是希望众生也如同要师佛行菩萨道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透过什么 安立大道一路这样子成佛的嘛 所以呢 就算是生文独觉型的人呢 也希望他有机会怎样回小向大 踏上什么大圣的这种菩提道 那么这里也有一个 这个举例啊 说曾经有一个国王 他到花园去游赏花园 看到一棵树 开着花 那么也非常有花香 但是呢 他只是欣赏了片刻到别的地方去呢 再回头 哇 已经这个树呢 已经残缺不全 凌乱不堪 原来呢就是被了一群什么宫女所给折坏掉了 所以呢 他在当下呢就得到怎样 整个 世间万物呢 他是变化无常的 那么人生是不是也是如此的 所以我们说有不同的根基 他所看出来的世界是不是就不一样的 那他这个呢 也无非他术士曾经结过这样的善根因缘嘛 对不对 他才能够从这个因缘的这种变化无常里头呢 去了脱 所以呢 这个也 也叫叫什么 独觉性的人 他不一定透过听经文法而理解 是因为他术士善根因缘呢 对因缘法的觉悟 那他当下也可以怎样 能够有所体悟 那么也能够这个用功道怎样能够解脱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独觉性的人 但是我们说所谓的独觉呢 他都是属于什么 小圣法 小圣法还是不够怎样圆满的 所以我们说小圣法呢 就如同我们常讲说 好像掉到大海里面的这种 他自己会游泳 自己上岸去就好 那其实海上还有很多呼救的众生 对他来讲他已经觉得与他无关 他只要上了岸 他已经解脱了那次的海难 对不对 所以他就上了岸 翘起二郎腿 看着就算在那边呼救 他也无动于衷的话 我们说这样的人格是不是够完整呢 是不是不够的 不够 所以呢会希望他回小巷大 也就是说 最好他还能够再度的跳下海去救人 是不是 因为他有游泳的能力 他是不是应该去救更多的人 以菩萨道的精神来讲的话 他能够多救几个算几个 用一条生命去换更多条生命 他这种生命的价值是更高的 就算说磨顶在其中呢 那么因为 菩萨道本身就有那种生生世世 这个流转的这种生命的这种 生命之流的观念嘛 虽然这辈子的生命比较短暂 但是呢 是不是很快又可以再继续下一辈子的生命啊 还是可以不断的去累积福报因缘嘛 所以其实菩萨道他会比较在所不惜 那么所做出来的事情是不是更让我们一般人 能够去为他歌功颂德啊 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 是伟大的 是了不起的 是因为他连自己都可以放下 我们难也就难在对自我的执着的那个放不下嘛 所以我们说一旦放不下 比较有智慧他自我了脱 比较没智慧呢 那么就是一直在这种黑暗里头怎样流转不已啊 所以呢 要是菩萨呢 他也会希望所有的众生在邪道上可以步上正道 在小圣里头能够怎样回到大圣菩萨道上面来 所以说皆以大圣而安利之啊 皆以大圣佛法来安利 来完成我们从凡夫到成佛的这个过程 因为唯有这个过程呢 它是比较长久的 而至高圆满的 所以 咱们画这样的一个图 有些在成佛之道 从凡夫到成佛的过程 这是菩萨道 它是不是最长久的啊 这是五圣共法 这是三圣共法 到什么大圣不共法 这条路就叫做什么 菩萨道 所以这个 也唯有这条路上能够怎样 这个叫做安利大道 大圣菩萨道 是这条 是这条 只是人或者天的话呢 其实还无法超凡入圣 只是身为圆绝呢 最多只正道无声 其实离成佛都还是有距离的 唯有行菩萨道 可以侧头侧尾 所以呢 还是要行大圣菩萨道 所以叫做安利大道 我有这条路是最长久的 能够达于至高圆满的 就好像这个把它翻起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到最高的境界 对不对 对不对 感觉从这个地方 能够一直爬爬爬到这里来 像个摩天大楼站起来的话 好 所以叫做安利大道 所以希望能够回小向大 这部分就是 回小向大 因为这里是什么 声闻圆绝声 还是到大道里面 因为这个都还是什么 小圣法 声闻圆绝是不是还是属于小圣法 所以要回小向大 那还没有 还在邪道上面的呢 希望他能够上路 这个之前呢 都还是属于邪行的众生 还搞不清楚生死为何物 要能够怎样 踏上成佛之道 所以 要是菩萨呢 就是说 这个之前其实都还是属于 邪行的众生 能够踏上 菩提道 属于小圣 属于小圣能够怎样 安利大圣 回到大圣菩萨道上面来 所以叫做安利大圣 安利大道 安利大道 好 这个是第四大圣 好 那么 第五大圣呢 在 六十一页 第五大圣 要是菩萨 就说 愿我来世得菩提时 当我成佛以后 那么若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等于他所感召的同怨同行者 与菩萨 要是佛的这些愿呢 能够愿愿相应相弃的话 其实是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呢 于我法当中修行什么 犯横 依照佛 依照要是菩萨 要是佛的方式 来修行清净的犯横 那么一切呢 都能够皆令得不缺戒 在过程当中 能不能顺利的从 凡夫一直到成佛 这个过程我们说 其实持戒会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对不对 一旦不知道持戒的话 堕到三恶道 是不是就 没机会学佛啊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 有所缺戒的话呢 那么 要是菩萨也 发这样的愿说 修要是法门的众生 能够怎样得不缺戒 能够不会 会在戒律上 差距太遥远 并且是聚了 聚足了什么 三聚戒 聚足三聚戒 这是菩萨戒 菩萨道 所谓的三聚戒呢 在六十五页的倒数二 是第五行 三聚戒呢 一个叫舍律一戒 所谓的舍律一戒 就是从我们的五戒 到八戒 乃至于这个 沙咪尼的什么 十戒 或者到 比丘比丘尼的二百五十戒 或者比丘尼的五百戒 或者还有菩萨戒 一条一条的菩萨戒 来说的话 数得出多少条戒来讲的话 都叫做什么 舍律一戒 但是呢 菩萨戒不止如此 第二呢 就是设善法戒 所有的 与善法相应的戒 的事情呢 菩萨都不能不去做 就像布施慈戒 这些六度万恨 四设法呢 也都是菩萨道 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叫做设善法戒 第三个呢 叫饶意友情戒 所有的大圣菩萨呢 那么都以利益众生为前提 只要是利益众生的事情 我们不去做 其实还是犯了菩萨戒的 只是为了自己利益 而不去利益他 那么还是算什么 犯了菩萨戒 所以呢 真正的要去行菩萨 倒是很不简单的 不仅持戒还要怎样 三具戒都要聚足 那能不能三具戒聚足呢 如果我们修药师法门 那么就会透过 药师佛的这种愿力 来怎样 加持 来加持 那么设有毁犯 闻我名以 还得清净 不堕恶趣啊 万一当中呢 还是会有犯戒 毁戒犯戒的人 怎么办呢 只要能够持药师佛的名号 那么就能够得到什么 清净 不会堕到恶趣里面 这个是药师佛法的大愿 也就是说 如果能够持药师法门的话 万一我们还有所犯戒的话 那也能够借着药师佛 拉我们一把 当然 主要还是我们自己 不能一犯再犯 那一方面我们自己 也要非常的谨慎 不小心犯了戒 那么有药师佛呢 真的是提醒我们 拉我们一把 让我们不会怎样 掉到恶道里面去 是因为 真的修药师法门 也要相当的善根因缘 并且呢 还有机会得到清净 为什么能够得到清净 我们犯戒的时候是杂染的嘛 是执着的 是杂染 是自私自利才会去犯戒 当我们去想到药师佛 或者药师菩萨的名号的时候 其实也会提醒我们 我们应该要怎样呢 要离掉什么 杂染而还为清净 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自觉的能力 再加上诸佛菩萨 尤其是药师佛的 那个加倍的力量 那么呢 不至于堕到恶去里面 不至于堕恶道 所以很多人也会怕说 之所以要往生净土呢 都是怕说 我在娑婆世界 在人间 万一我做了恶事 然后堕到恶道怎么办 那往往其实是因为怎样呢 这个 智慧还 智慧的能力不够啊 还没想清楚 如果我都非常遵守规则的话 其实 我如果非常遵守戒律 是不是不至于犯大戒啊 不至于堕恶道 真的说 我们不敢保证 绝对不会 万一啊 所谓的万一 不会是那种很恶性的 都还只是比较 就是说 可能在某种时节因缘当中 不得已的状况之下 所犯的戒 其实 我们的善根因缘够的话 还可以蒙诸佛菩萨的加持力 你看就算堕到地狱道 都还有地藏菩萨 拉我们出来 对不对 那更何况说 我们还不至于堕三恶道的状况之下 那起码我们保持人生 其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尤其我们只要有善根的话 有慧根有善根 其实还不至于 那么才可能去行菩萨道 对不对 在会土当中 其实行菩萨道的机会最多 那如何在会土当中行菩萨道 其实持药施法吗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因为不至于堕恶道 所以这个叫做 这种戒恨的清净愿 不仅要是佛 他能够完成他的戒恨的清净 他也说 持药施法门的众生 也能够获得什么 戒恨的清净 那么第六呢 在六十三页 能够获得什么 诸根具足的愿 所以第六大愿 要是菩萨就说 愿我来世呢 当我成佛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有情众生 其身下裂 就是说他的株根不聚 在身体上面的这六根不聚的话 又是很丑陋的 非常的玩愉的 又顽固又愚痴 而且盲 这个眼睛看不见 耳朵听不着 是龙 音哑 音是声音沙哑 哑的话是怎样 那个声音都出不来 并且呢是软的 就是那个瘸手 这个皮呢就是脖子 而且背楼 这个乔骨 那么白赖 是这种麻风 那么癫狂 精神的反常 那么这些的种种的病苦呢 只要听闻我的名号 那么就能够一切得以怎样 端正结会 诸根玩具 无助极苦 就是说属于看得见的这色身根具上的不具足 根器上的不具足的话 只要持钥匙法门的话 其实这一切都能够得到什么 相当的改善 如何的改善呢 其实主要在智慧上面端正 可以忙而 可以忙 可以也忙 心不忙 是不是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智慧够的话呢 其实虽然有色身上面的这些障碍 都还是障碍不了我们 那很多人虽然猪根很完备 看起来很正常 但是在心态上不正常 是不是也一样 不见得就叫猪根具足 虽然在色身肉体上 这个是夜暴的问题 夜暴的问题在这一辈子里头 如果以色身肉体的改善 说实在不大 但是在思想上的改善 的空间是很大的 所以说能够得到什么 端正结会 所以这个端正结会就是 在佛法的思考上 是端正 我们说可以眼盲而心不盲 对不对 可以耳聋而心不聋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 这个是薄的 但是我们的内心是不薄的 是可以透过内心而怎样超越什么 外在色身肉体的束缚 是可以去克服的 在当下其实就可以改善 更勇敢坚强的接受 之后自己去努力改善 所以也能够从 虽然外表上看起来是不具足的 但是我们的内心可以去组 是不是 猪根还是可以玩具的 而且无猪极苦啊 有的人说那种手足画家 是不是 他连手都没有 他照样可以画 对不对 这些都可以克服 就看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智慧 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愿不愿意去做这个努力 愿意去做这个努力 其实要是佛一样可以协助我们 当然也要自己愿意 我们说自助而天助之 我们起码要自己愿意 然后就会有助缘 就会有相当的助缘来协助我们 去克服种种的障碍 自然就会无助极苦 这种无助极苦是在精神上 其实也可以做很大的一个改善 虽然我们猪跟玩具也不见得是一个真正玩具的人 是不是 可能我们虽然眼不盲心在盲耳不聋心在聋 也大有人在啊 但是如果我们说只要是法门的人来说的话呢 起码在这方面因为要是佛发这样子的大愿能够加倍 能够这个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缘 让我们也能够怎样端正结会 所以这个端正结会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思想上的端正 而且能够聪明 有智慧 克服种种的问题 让我们的株根呢 超越了色身的束缚 让我们在心理上是正常的 是快乐的 是具足的 让我们的精神上呢 是没有疾病的 没有痛苦的 所以这个叫做猪跟玩具 具足的这个大愿 这是第六大愿 那么第七大愿呢 要是菩萨也说 因为我来世 得菩提时 成佛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友情众生 若诸友情呢 重病逼切 无救无归 无医无药 无亲无家 贫穷多苦啊 这都是非常凄惨的 又没有 又没得救 又真的好像没有一个归处啊 没有一个依靠 因为他的重病逼切的关系 没有医没有药 又没有亲人 又没有家属 那么在这种穷苦潦倒当中 痛苦里头 如果能够听闻 教师佛的名号 一尽其耳呢 重病悉处啊 那其实这个还是透过什么 心理上的 佛法上的 思想上的一个什么 调整 虽然无亲 无家 但是我们说 一样可以结很多的法亲 是不是 眷属嘛 虽然无救无归 一样其实还是有 愿意收容我们的地方 就看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去 去接受 虽然说真的好像看起来是没有医没有药的 但是呢 其实我们心里愿意去改变的话 不见得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呢 要是佛就说 只要听到他的名号呢 重病悉处 身心安乐 家属之据 皆兮丰足 乃至正得无上菩提 是因为 透过思想心灵的这种端正 修正的关系 让我们的心理健康起来 身体跟着怎样 能够走上健康之路 并且家属之据 是不是 法亲眷属可以很多 那不一定 一定要是这辈子的 这种因亲 血亲的眷属不见得 对不对 有时候师兄师姐的这种相处 可能都还比自己的兄弟姐妹 还更亲 也大有人在 而且皆兮丰足 很多人愿意帮助我们 当我们起了善心善念 广结善缘 其实同样也是 还是很多人会帮助我们的 甚至在这种菩提道上 可以一路精进 向前迈进 正得无上菩提 因为我们说最高的一个 最圆满的愿望 其实还是踏上菩提 是道而完成菩提 道业嘛 对不对 而成佛 所以能够正得无上菩提 所以这个也是身心康乐的愿 身心 所以我们说要师佛的这种大愿 往往就是说 当我们受持的话 其实我们的身心会得到改善 我们的事业得到改善 我们的资具得到改善 很多的那个善缘会得以启发 会得以启发 并且第八大愿说 能够怎样 转女成男的愿 所以我们说第八大愿呢 要师菩萨就说 愿我来世呢 成佛的时候 如果有女人 那么有女众呢 被女众的百恶之所逼脑 在这种身心上呢 女众所受的苦会多 身体上 那么比男众累弱 并且呢 这个每个月很多的事情 或者这个还要生 生养儿女 那么这些呢 都会让女众 所碰到的苦事比较多 那心理上呢 还会有一些嫉妒啊 虚荣心啊 种种呢 计较的心 女众这方面 心量狭小一些 那么这些呢 也都会变成我们 为女众的什么 百恶 成为我们的百恶 那么会逼脑着我们 身心拒不得安 并且呢 吉生厌礼啊 怨舍女生 会想要舍掉女众的身 希望转女成男 那么如果能够听闻 药师佛的名号 一切皆得转女成男 具丈夫像 乃至正德无上菩提 也就是说 能够听闻到 药师佛的名号的话呢 那么也能够转女成男 不是色身 肉体上的转 而是什么 心量的转 心量的转 而且呢 在女众的色身上面的痛苦 也会变少一些 因为业障的少嘛 为什么业障会少 其实也是善念善根的什么 启发 那么在心量上 透过学佛 透过佛法 要放下种种的执着 不要再去嫉妒 计较了 不要再目光如斗 不要心胸狭窄 这些都应该要去怎样 做一些改善 其实也能够怎样 转女成男 成为女中丈夫 是不是 所以这个往往 其实心里的那个 修正是最快的 而且最容易见效的 看得到的 所以能够据丈夫向 乃至正得无上菩提 然后在菩提道上 也可以一路的往前迈进 所以这个 当然了 我们说 身为男众或女众 有业力的问题 但是也有怨力的问题 不见得 这个身为女众生 都一定不好 如果是怨力所致呢 其实受到的苦 也会少一点 尤其《维摩节经》里头 这个观众生品里面 有一个天女 有没有 天女她其实是一个菩萨 当 那个摄利佛 在与会的当中 她是不是也 这个 对过手啊 套过招啊 过过招 所以呢 摄利佛也曾经 问这天女说 为什么你是个女生 她说 拜托我求了 十二姐才当女生 我们的女众听了 都很高兴 当女生不见得不好 对不对 看我们当什么样的女生 是心量大的女生 是去丈夫向的女生 没什么不好 反而更亲切 其实广结善缘的机会 是不是更多一点啊 更知道那种民间的疾苦 女众的疾苦 对不对 一个男众生说 要怎样去度女众 实在也有所不便 而且体会不到 不知道女生所受的苦 是苦的什么样子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真的 透过女众 不见得一定不好 但是呢 既然是个女众生 我们最重要的还是什么 心量的扩大 一旦心量的扩大女生 女众有女众的什么 细腻的部分 是不是 有女众的什么 温柔体贴的一面 亲切和蔼可亲的一面 这些都是很好 广结善缘的 很好的条件 那关键还是在 我们自己的心量问题 不在于外向的差别 真的不在于外向的差别 所以其实真的 在听经文法 或者修什么法门 都有转女成男的一个特质 因为我就是要学 诸佛菩萨的精神 诸佛菩萨的心量 是不是 诸佛菩萨的慈悲 诸佛菩萨的什么 智慧 所以真的 修持得好 真的 他可以超越男女之相 这些其实是可超越的 而 而其实要 要 去显发的应该是佛性的部分 是不是 是佛性的这份善根因缘 这份柔软 这份智慧来跟众生结缘 这是反而是更重要的 所以 一样是可以转女成男的 所以在七十页 七十页的解说里面 后面说 根据经典里面所说有两类 转女成男 一个就是上根即生 燕离的心很窃 加以精进修行 现身也可以转女成男 心理上的 心胸肚量上面的转女成男 还有呢 第二个就是说 依着大圣佛法的开导 去如法的修行 或者成年这些圣号 礼拜供养 我发愿我下辈子要来当男重 或者下辈子要来当女重 透过发愿下辈子转 下辈子转我们的色身的机会就很大了 这辈子要转色身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这辈子的色身是过去的什么夜暴体啊 是一个结果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当下还是在下阴在结下一辈子的什么 夜暴体 那这个就有机会转 转下一辈子的 所以以这辈子要转 那就是心量上的转 不然的话就是下辈子转 下辈子真正的根身上面的转 色身的这个转的话 要等下辈子的转 所以呢 第八大愿就是转与成男的愿 第九大愿呢 回邪归正的愿 所以第九大愿呢 那么药师菩萨就说 愿我来世 这个成佛的时候呢 能够令诸友情呢 出谋眷望啊 解脱一切外道禅服 所以这里 在第七十页的第二段这里 就可以看到 能够处理什么 恶魔的眷望 能够解脱一切外道的什么 禅服 来讲的话 网跟眷 样子差不多捕鱼的叫做网 捕兽的 这个捉兽的叫做什么 眷 都像网状的 但是它的那个细格的方式不一样吧 所以呢叫做出谋眷网 因为谋的那种 那种网呢 有大有小 其实还是心里头的问题 不是只有外在的这个捕鱼或者捉兽的那种网的问题 所以要跳出魔 跳出魔王的这种手掌来讲的话 那要跳出魔的那个圈网 那么就得要怎样好好的受持用功了 好 所以呢 要是佛就说 他成佛的话 也希望所有的有情众生 能够怎样 不被这些魔网 魔圈所怎样 网住了 并且能够解脱什么 外道的禅服 我们不仅有业障的禅服 有时候会有外道的禅服 是不是 帮我们低调的 帮我们怎样束缚住了 那么 这种会发生什么状况呢 就会堕到什么 种种恶见仇灵 皆当隐射至于正见 见令修习诸菩萨横 素正无上 正等菩提 因为我们如果在魔的咒网当中 或者在外道的这个禅服里头呢 我们就很可能堕到 种种的恶见仇灵里面 恶见呢 其实如同什么 很稠密的这些树林一般 让我们在里头怎样赚不出来 恶见也就是非正见的部分 与真理相弃的部分 放弃的气 抛弃的气 弃于正见都是恶见嘛 是不是 恶见有很多种啊 我见 也就是身见方面 断见 借近取见 偏见这类的 恶见 会形成就像那种 很茂密的树林 让我们 现在这个其中呢 赚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 要是佛就说 他就发这样的大冤 万一我们真的就算堕到这些恶见仇灵当中 也会设法把我们怎样引到什么正道上面去 让我们的正见能够恢复起来 是因为我们有善根的关系 这个受持了要师法门的话 其实我们在第八阿拉野市里面也是种植了很多什么 正见的善根因缘种子在里面 再经过要师父的经过 再经过要师父的引导 其实就不困难 所以呢 也能够让我们渐渐的能够修习 种种去行什么菩萨道 来让我们很快的也能够正得什么无上正等菩提 所以这叫做回邪归正 还没有上路的让我们上路 如果堕到这种恶见仇灵 也让我们同样还可以怎样获得正见的机会 所以这个是第九大愿 那么第十大愿在七十二页 第十大愿呢 那么要师菩萨就说 因为我来世成佛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友情众生呢 被枉法所入神福鞭打 细必牢狱或当行路 急于无量灾难凌辱 悲愁坚迫 身心受苦 若闻我名 以我福得威神利固皆得解脱一切愁苦 这个是表示说 如果是一般有形的 比方常常会 这个什么 常常犯官司 对不对 经常在那边诉讼 跑法院之类的 如果能够持药师法门的话 也能够怎样 从这样子的一个束缚得到解脱 那另外呢 还有的就是我们内心的 一直被这些什么 所束缚的 被王法 因为我们常常会去违背 这个法律上面的 或者 在佛法上不是不如法的 一直在钻这些漏洞 那其实在钻漏洞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内心还是受煎熬的 但是我们因为术士有这个习性 所以我们往往也是常常会去违背 所以在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觉得 不管是有形无形 其实我们内心是不是也是受到煎熬的 所以也会被这些神符 鞭打 戏壁牢狱 不管是真的有形的这种 犯了官司 或者无形当中 我们自己也会良心不安 种种 所以会觉得好像 好像真的是要上刑罚这样子 有很多的 无量的灾难凌辱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会悲愁间破 身心的受苦 那怎么办呢 我们说受持钥匙法门的话 那么就会透过钥匙佛 他的微神力固 那么来让我们解脱一切忧苦 让我们愿意去解那个结 能不能去做种种的修正 如果是无形的 那就看我们素式的习性 是怎么去养成的 怎么样去把它解开来 有形的呢 起码我们要放下 很多的执着 很多的征送 有时候呢 这个退一步路 海阔天空也说不定 对不对 所以也会去做一个 比较适当的检讨 也不是一定一味的 非得要如何的去追送 还有呢 如果是受到人家的告发 种种也是被细避在牢狱当中 那么透过持钥匙法门 也比较容易这个 缩短那个刑期 让我们比较有机会 找一点脱离 所以呢 持钥匙法门 可以从福得托的愿 从这种束缚 身心的束缚 又无形无形的身心束缚 都能够有所相应的 那么这是第十大愿 好 那么第十一大愿呢 要是菩萨也说 愿我来世呢 成佛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 有情众生 他非常的饥渴 因为饥渴的关系呢 非常的困扰 非常的懊恼 非常的苦恼 那这些都未求食的缘故呢 所以才又造了什么 种种的恶业 好 在吃饭 在食物上呢 不得饱足 好 那么怎么办呢 好 得闻我明 好 如果只要听到 要是佛的这种名号来说的话 能够专念受持 好 那么要是佛呢 他就发这样的愿 对这样子饥渴的众生来说的话呢 那么他就会以什么 赶快 不管他是善是恶 他过去所做的如何 没有关系 那么以要是佛说 我当先以上妙饮食呢 饱足其身啊 先让他呢 这种色身肉体上 是能够饱足的 之后才来跟他谈法 而不是先去追究说 你为什么变成 沦落成这个样子 又要骂人家 一顿人家就根本就 也不要接受你的帮助 是不是 就不管你是 以前造恶多端也没关系 我总是先满足给你 之后才有机会跟你什么 谈佛法嘛 这个就好像救济 用物质的先救急 之后 那么 还是要从根本就起 对不对 先治标嘛 之后呢 还是要救本 所以呢这里说 后以法位 必尽安乐而建立之 有没有 还是要透过佛法的 透过心灵的调整 为什么会难以得到饱足 往往是奸贪的心太重 我们的奸贪心呢 会舍不得给别人饱足 所以自己获得的就是 难以饱足的果报 那么怎么办呢 这个就要舍掉 我们的奸贪的心才可能 那是本的问题 是我们的习性问题 是我们的观念问题 如果不去做一些修正 我们的语言文字 语言啊 这个身口一三叶的 也难以改善 所以呢 还要后以法位 这是很重要的 还是要透过佛法呢 才是智本的救济 所以能够必尽安乐呢 而建立之啊 让我们能够这个安利 在这种菩提道上 在饮食上呢 也是饱足的 我们才有余力啊 并且呢 在衣服上面 在第七十七页 第十二大院 要是菩萨也说 也发这样的愿说 当我来是能够成佛的话 如果有些友情众生 他贫无衣服 贫穷到连衣服都没有 无以遮身蔽体的话 那么这个蚊芒寒热 又有蚊子这些虫蚊啊 会来咬伤 而且呢 又冷又热的状态呢 那么没有衣服来做调整 并且呢 昼夜逼恼嘛 有时候这个 晚上冷的不得了 那个白天又热的不得了 没有适当的衣服 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那么如果能够听闻到 要是佛的 如来的名号来说的话 并且是专念受职 那么如己所好啊 就会配 就会适应我们所 所爱好的衣服呢 即得种种上妙衣服 不仅能够得到上妙衣服 还能够 亦得一切宝庄严俱 能够这个 连装饰的东西 都一并而有 滑满图身 连这个 头发上挂的这些东西啊 还有身上擦的这个香水 这个香料都有 并且呢 古乐重计呢 随心所玩 皆令满足啊 还能够让我们 透过乐器啦 透过种种的工具 能够让我们这个 等于是属于装饰身体的这些 还有娱乐方面呢 也都能够怎样 都能够让我们这种 贫穷的心意 的这种 转了之后 资具都能够具足 随心所玩 当我们对这种乐器啦 对种种的东西 有兴趣呢 都还拥有这些东西 那么 皆令满足 所以这是得上 得妙衣具的这种愿 那么也等于说 钥匙佛呢 他所发的大愿 无非是让我们 所有的众生 因为持钥匙名号的关系 因为他发这么大的愿 在饮食 在依据 乃至于这个相关 配置的这些东西呢 都有机会让我们满足之后呢 那么导到什么 佛法上面来 所以我们说 持钥匙法门来讲的话 那么这个 真的是 这一辈子就可以获得改善 先从心灵获得改善 那么在因缘上也会获得改善 你会结一些好的 会碰上一些好因缘 本来 从来不会想到说 拥有这些东西呢 也会因为因缘的具足而拥有 所以在七十八页 这里有一个总结 说漫苏施利亚 这是释迦牟尼佛 最后说 是为彼呢 是为彼是尊 要是流离光如来 应正 应正等觉 行菩萨道时所发十二 为妙上愿吗 以上所说的就是 要是要是佛 要是流离光如来 就是要是佛 他不仅是如来 也是应 也是正等觉 也是善事世间解 调育丈夫 佛 婆且凡 是不是 的这些名号 就是说 他成佛之前 行菩萨道的时候 行 他所发的十二个 唯妙的什么 上愿 他发这么大的一个愿 希望能够帮助所有的众生 所以只要 众生 只要是法门的话 就能够跟要是佛 怎样 愿愿相应 起码解决我们 这一辈子 现身的一些困境 一个是在精神上面的转 再一个是因缘上面的转 善因缘上的转 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自己本身愿意 还有加上什么 诸佛的 要是佛的什么 愿力 再加上什么 法界的众生平等的愿力 这三大力量 集合起来真的是有不可思议的这种 善因缘 确实 是如此的 所以持钥匙法门的人 大概这辈子大概风衣足食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那钥匙法门还是在什么 在中国在东方这种地方 比较能够听闻得到 伊索皮亚就听闻不到了 福报不足的地方会听闻不到 也没机会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도록 感谢观看